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五单元 敬圣 六 圣史宗337 劳谦君子有宗即 这条出自于建一周一 劳谦君子就是讲有功劳 而且懂得谦虚的君子 能够保持谦德之忠 终生都能够保持谦德 虽然有功劳 但是不自夸 还是很谦虚 终生都能保持谦德 这个就像了完事性 最后一篇谦德之效 如果能够懂得谦虚 虽然自己有功劳也不夸耀 凡事都会激励 所以这个谦德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待人处事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所以再大的功劳 如果不懂得谦虚 那这个当中还是会出现 很多不吉利的事 所以《易经》里面 八八六十四卦 牵卦这一卦 只有吉没有凶 其他所有的卦 有吉有凶 只有牵这一卦 唯有吉没有凶 这个就是谦德之效 这是我们处事 待人接物 能够保持谦德 虽然你有很大的功劳 还是很谦虚 终生就吉利了 好 这一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